中国江域辽阔 东西差异和南北纬度差异比较大 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自然风光 主要包括山岳地貌景观 水体景观 动植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等 截至2019年7月 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 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位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世界自然遗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那究竟什么是自然遗产呢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对自然遗产的定义是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 一是从美学或科学的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由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二是从科学或保护的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 以及明确划定的宾威动植物物种生态区 三是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的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明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 下面简要给大家介绍几处有代表性的自然风光资源 明山大川类 山东泰山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 绵延于泰安、济南、滋伯三世之间 总面级2.4万公顷 泰山也被古人视为直通地做的天堂 成为老百姓崇拜、帝王告继的神山 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 安徽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 有72座峰 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米 明朝旅行家徐家克登陵黄山时赞叹 渤海内外之名山 无如灰之黄山 登黄山、天下无山 官直矣 背后人引升为 五月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 四川峨眉山 峨明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四川盆地的西南边远 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地势陡峭 风景秀丽 素有峨眉天下秀之城 山上的万佛顶最高 海拔3099米 高出峨眉平原 两千七百多米 峨眉峻之云 云曼凝翠 枕带 瑶庄 珍如禽首峨眉 细而长 美而艳也 故名峨眉山 重庆长江三峡 长江三峡 又名峡江或大三峡 屋于中国重庆市 恩施州 宜昌市地区境内的 长江干流上 西起重庆市凤杰县的白地城 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京关 全长193千米 由渠塘峡 乌峡 西陵峡 组成 长江三峡 人杰地灵 大峡深谷 曾是三国古战场 是无数英雄豪杰用武之地 这儿有许多名胜古迹 如白地城 黄陵 南京关 孙呼人庙等 他们同以你的 山水风光 交相辉映 名阳四海 长江三峡 作为世界大峡谷之一 以壮丽河山的天然盛景 闻名中外 国家集风景民正区 四川九寨沟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九寨沟陷境内 英沟内有树镇寨 荷叶寨 泽扎瓦寨 等九个藏族村寨 坐落而得名 九寨沟国家集自然保护区 主要的保护对象 是以大熊猫 金丝猴 等珍稀动物 及其自然生态环境为主 它拥有74种 国家保护珍稀植物 有18种国家保护动物 还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 古冰川地貌 九寨归来不看水 是对九寨沟 是对九寨沟景色真实的诠释 泉 铺 河 灯 108个海字 构成一个个五彩斑斓的摇池 玉盆 长海 剑岩 诺日朗 树镇 渣如 黑海 六大景观 城Y字形分布 翠海 蝶铺 彩林 雪峰 藏琴 蓝冰 被称为六绝 神经的九寨 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 号称水井之王 湖南 武陵园 武陵园风景名胜区 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西北部 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索西域自然保护区 和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 后又发现了杨家界新井区 这里的风景 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雕琢 到处都是石柱石锋 断崖绝壁 古树明墓 云气烟雾 流泉飞铺 真情易受 置身其间 犹如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和趣味天成的 蜜树山水长浪 武陵园独特的石鹰沙岩风铭 在国内外均属罕见 素有奇峰三千之称 武陵园的溶洞数量多 规模大 极富特色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索西域的黄龙洞 黄龙洞全长7.5公里 洞内分为四层 景观奇异 是武陵园最为著名的游览圣地之一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由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 宝新县 以及中国四川省境内的 小沃龙自然保护区等七处自然保护区 以及清晨山都江宴风景民胜区等九处风景民胜区组成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保存的野生大熊猫 占到全世界的30%以上 是全球最完整的最大的大熊猫栖息地 被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为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 中国南方喀斯特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湿恶带 雅热带喀斯特景观之一 它包含了最重要的盐绒地貌类型 塔状盐绒 尖顶盐绒和锥状盐绒地层 以及其他壮观的特征 如天然桥梁 峡谷和大型洞穴系统 进入景区 仿佛步入时间的隧道 充分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悠游海底迷宫 峭壁万刃 时风凌寻 向千军万马 又似古堡幽城 如飞禽走兽 又向人间万物 唯妙唯孝 喜喜如生 云南三江并流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 蓝沧江和鹿江 位于中国云南省 跨越了云南省丽江市 狄沁藏族自治州 立江立宿族自治州的 九个自然保护区 和十个风景民胜区 它地处南亚 东亚和青藏高原 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 是世界上罕见的 高山地貌 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 也是世界上 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景区内 高山雪风延延 海拔变化成垂直分布 从760米的 鹿江干热河谷 到6740米的 卡瓦格伯峰 景区有造型迥异的雪山 原始森林 和冰始湖泊 度假旅游胜地 海南岛 海南岛是中国南方的热带岛屿 素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 这里长夏无冬 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 最冷的一月份温度 仍达17到24摄氏度 光温充足 气候舒适 即使北方已是白雪矮矮 海南岛依旧春光明媚 这是很多人喜欢到海南过冬的主要原因 岛上四季长青 空气新鲜 森林覆盖率超过61.9% 被誉为中国最大原生太阳疤 对人体疲劳的消除 体力的恢复 以及生活节奏的平衡 都有特殊的功效 海口的骑楼老街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三亚的海棠湾 三亚湾 无知洲岛 亚龙湾 太阳湾 三亚千古晴 天涯海角等景点 吸引了众多游客 广西 广西是中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大省区 也是健康养生的福地 除了以桂林为核心的特色山水旅游 持续保持高热度以外 海岛游 边境游 民族游 长寿游 古镇游 等旅游类型也得到大力发展 海岛游以北海的伟州岛 银滩 青州三良湾等为主 边境游以德天瀑布 友宜关 明氏田园 花山岩化等为主 民族游以龙圣梯田 三江洞寨 刘三姐故居等为主 长寿游 以河池八马 南宁上陵等为主 古镇游 以黄瑶古镇 新平古镇 大禹古镇等为主 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 地处中国河北省秦荒岛市中心的西部 受海洋气候的影响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 常年保持一级大气质量 没有污染 没有噪音 城市森林覆盖率54% 人均绿地630平方米 这里气候宜人 20里长 曲折平坦的沙制海滩 沙软潮平 背靠树木充裕的莲峰山 自然环境优美 北戴河区 海滩沙制比较好 坡度也比较平缓 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 北戴河有不少休养所 疗养院 海滨泳场 饭店 宾馆等 已经成为中国规模较大 设施比较齐全的海滨度假圣地 大连市 大连是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评为 世界环境无败家的城市 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不仅有丰富的中国近代人文历史旅游资源 还有许多风景奇秀的自然旅游资源 大连市地处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最南端 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素有东北之窗 北方明珠 浪漫之都之称 是驰名中外的旅游圣地 每年有众多的旅游节庆活动 容经济 文化 旅游 为一体 享誉海内外 整个城市充满了无限活力